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呢我们来学折一只David Brill设计的连盖盒 哈喽玛琳达,David Brill设计的连盖盒 看图结搞崩溃了,please 看进度条就知道这只盒子其实不难 它的成品的边长是用的纸的边长的五分之一 那么我们开始吧 折这只盒子呢我用的是15厘米的无印良品的纸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张纸分成5乘5的格子 那么就先在一条边上找出一个四等分点 然后从这个点连接右下角 不要全都压 纸在这里做一个标记 然后呢再折一个对角线 在这里焦点 做一个标记 这个点就是整张纸的五等分点 那这个的原理就是这边的一加这边的四 就是我做出五乘五的格子 就是我做出五乘的格子 这样子五乘五的格子弄完之后呢 左右的两条竖线分别折这一格的一半 之后呢这条边朝着这条线来折 并且沿着这一条线做一个内翻折 这样子折进来 然后这个三角形往上折打开 这里这条边朝着这里的竖线来折 然后呢里面的纸层往左推 并且这里的也要往上推 然后在这边做一条折痕 这里再关下来 并且白边塞到后面去 之后呢左右两个边分别都朝着这里的中线来折 那现在没有中线嘛 虽然说这里有个标记 但是也可以这个点朝着这个点来折 之后呢这里也是沿着折痕内翻折 然后这个三角形翻上去 沿着这条边把上面的往后折一下 之后呢这里里面的三角形往上折 之后这里往后折 这条线凹进去 做一个断折 然后呢这里需要沿着这个红白交界线 再做一个内翻折 就是这里要往前翻 然后上面的沿着这里的45度 捏一个折痕 并且往前折 左边也是一样 之后呢把里面的白色的几层抽出来 盖到前面 之后 之后这里的 把它这样子往外顶开 并且做出新的两条45度的折痕 这样子稍微捏一下 左边也是一样的 这样子折立体了之后呢 再把它左右打开 摊平在这儿 之后呢 这条边朝着这里折 然后这里再往上折过来 这个红色的边往后翻 把它翻成白色的 恢复这里 上面这儿也恢复 左边的 同样的操作 之后呢 这条边朝着这条竖线来折 沿着这里的横线 再做一个内翻折 这里打开 左边的也要同样的 做一个45度的线 把它折过来 这里左手在这儿捏一条线 这条 然后里面的往右折 然后压平 这个里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那么前面的纸层拉开 三角形藏到里面 并且后面的这块白色的纸层 盖住前面的白色纸层 之后呢 就把这个盒子给打开了 前面的这样抽出来 盒盖 往后拉 然后这里的纸层呢 要把它给整理成 原来的样子 然后上面的盖子呢 先把它给抽开 之后我们需要把这条线也捏成山线 那么可以这里 先稍微的 这样子弯回来一点 然后后面的这个纸层往前一扯 就是往前推一下 上面的这个就可以捏起来了 把前面的这个折痕给捏起来 并且里面的摊平和盖 就可以整理出来了 看一下能不能盖上 这里呢 可以稍微的上点胶 整理一下 这样子差不多上完胶之后呢 这只盒子就完成了 嘿 对我能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呜呼